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欧洲央行周四决定维持利率在0.75%不变 并大幅下调了欧元区经济前景 预测欧元区经济今年将收缩0.5% 明年很可能继续收缩 欧洲央行当天在政策会议上宣布 将主欧元区基准利率 隔夜贷款利率 隔夜存款利率 分别维持在0.75% 1.50%以及0不变 这是连续第五个月 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据欧洲央行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 欧元区今年GDP增速将在0.6%到0.4%之间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欧元区经济疲弱预计将延续到明年 投资者会谈这一项 尤其是 利权%推保的研发 不落在2%选择 也在一切 涨并顶联益 Harder吉在预Austen 开中, 产行通表现 欧洲央行对明年欧元区经济做出了黯淡的预测 预估明年GDP增速将在0.9%到0.3区间 显示明年经济收缩变得更加可能 9月欧洲央行还较为乐观地预测明年GDP 增速在0.4%到1.4区间 欧洲央行还预计 今年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为2.5% 明年将回落到1.1%到2.1之间 新唐人记者 韦清一综合报道